不论是出家僧人还是在家信众,学习佛法必然离不开诵经念佛,尤其是寺院里的出家师傅每天都必须要上早晚定课,日日精进,毫不懈怠。 出家人常住在寺院,每日做功课比较方便,但是对于在家信众,特别是家距离寺院比较远的信众来说,如果天天到寺院里参加功课,就显得有些不方便,也可能会耽误上班等其他事情。 对于不太方便的信众来说,在自家设置佛堂就非常有必要。 身为佛弟子是否需要在家设置佛堂? 如果选择在家中设置佛堂,需要注意哪些呢? 曾经有一位在家居士问师傅,平时经常到寺庙礼佛,经常去寺庙听经文法,还需要在家中设置佛堂吗? 师傅回答,是否需要设置佛堂,要看自己居住的环境,是否适合设置佛堂? 设置佛堂是自愿的,如果条件允许,最好选择在家中设置佛堂。 如果家中有了佛堂,我们就能时时刻刻与佛同在,每天都能看到佛菩萨像,并提醒自己不忘初心,牢记因果,精进修行。 在家设置佛堂虽然是一件好事,但也要注意以下几件事,否则容易对菩萨不敬,好事变成坏事。 如何判断自己家里是否需要设置佛堂? 设置佛堂这件事要随缘,不可抢求。 如果条件和机缘不成熟,千万不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 如果你目前住在集体宿舍里,或者住在环境空间很小,又有其他人跟你一起同住,这种情况一定要为他人考虑。 如果大家都信佛,可以共同设置佛堂,但如果只有你自己信,其他同事或同学有其他的信仰。 最好不要强行设置佛堂,如果你跟自己的父母和家人同住,在父母和家人极其反感的情况下,最好不要设置佛堂。 我们设置佛堂的目的,是为了表示对佛菩萨的恭敬、虔诚和感恩。 只要我们心中有佛,每天依然恭敬佛菩萨,就能起到表法的作用。 但日后机缘成熟时,再去设置佛堂也不迟。 第二,佛堂的位置如何选择? 在家里设置佛堂,尽量选择一间明亮的静视,不要选择会客。 谈笑,厌隐之处,我们设置佛堂的目的,是为了清净礼佛和精进修行。 所以佛堂的位置,不宜设在太吵闹的地方。 第三,家里的佛堂应该设置多少尊佛像? 佛家常说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。 一尊佛就是万佛,一尊菩萨就是一切菩萨。 所以我们在家中设置佛菩萨像时,无需设置太多菩萨,佛像的数量越少越好。 家里设置的佛堂应该注意什么? 我们选择在家里设置佛堂后需要注意,设置佛堂礼拜菩萨的目的是为了修行。 自己在家里设置佛堂后一定要持戒,不可以再去伤生,偷到邪淫,饮酒妄语。 家里设置了佛堂,需要什么供品呢? 很多人对于供品的选择比较犹豫。 有人在佛像前面供水,也有人供鲜花,当然也有供水果的朋友。 其实这些供品都是很好的选择。 只要你认为足够好,就可以拿出来供佛。 供水代表着自己戒律清净。 众所周知,花朵有芳香的气味,可以让人生出好的脾气。 而供水果可以让人脸色红润,对健康有帮助。 不要把好的东西都留给自己用,把不好的或者坏的东西用来供奉佛祖。 还有一些人对于供品的选择比较执着,觉得越是宫贵的东西,越是尊重佛祖的表现,会通过抢劫或者偷盗的方法来获取供品。 这么做不仅没有任何作用,反而会让自己的福报削减,信佛之人或者修行之人。 如果每天都去寺庙供佛,也显得有些不切实际,毕竟大家都要工作,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在家里供佛。 在供佛这件事情上,修行之人一定要记住,真诚尊重这几个字,要做到用一颗真诚,虔诚的心来供奉佛祖。 平时,不管是水果、花朵还是香,都可以用来当作供品,只要记住保持佛堂周围的干净和整洁,保持供品的清洁和新鲜,对佛祖而言就是最为尊重的做法。 综上所述,家里摆设佛堂是需要非常慎重的,大宝法王公开演讲时曾说过这些话,我一直想和大家说, 但没有机会说,当我们在佛堂中,很多人问我怎么摆设佛堂,如果有人信仰汉传,有些人信仰藏传时,佛堂摆设时也要注意一下形象,不要因此增加矛盾或争吵,这样不好。 我觉得佛堂而言,一般以密宗本尊香而言,现在画像是随处可请到的,但其实按照密教而言,护法本尊香非常秘密,不能轻易给人看的,不是像现在一样把本尊香都当广告了。 大家都可以看到,以密宗而言,有点算是违法,除了像是连师、不动佛、度母、观音等大家都熟知的本尊外,其他不是广为人知的密宗本尊,尤其无上瑜伽的双身相等,我觉得是不应该广视于众的。 这样,对密法而言是不对的。你要摆佛堂时,可以摆比较简单,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、药师佛等佛像,但如果你自己有修本尊,则可放在例如客颂本中,也不用太多。 而对于上师的法相,这也很需讲究。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我的照片,我不希望照片被大家放在佛堂中,不仅是我,一般上师照片也不要和佛菩萨放在一起,如果要放,也稍微放旁边墙壁上,不要放在中央或混在一起,这样不太好。 上师有很多种,有些上师有证悟,有些尚未证悟。但仍是俱得上师,对于这些尚未证悟者而言,若照片和佛菩萨放在一起,对他们也不太好。 当然对我们而言,是具备如佛一样的恭敬心,但对别人而言看起来不太好。 这里有一个故事,佛陀有两大弟子穆坚连与舍利子,穆坚连有神通,因此到处跑。 有一次他跑到地狱中,看到一位印度教大师投生于地狱中,这位大师请穆坚连传言说,他在人间的弟子们,把他的骨头等建成一个塔,且很多人去绕转。 因为位于十字入口,因此有很多人,包括佛教徒、佛陀等都去转。 当佛陀经过去转时,对他造成很大痛苦,当目坚连尊者去传话时,这位大师的人间弟子怒说,我们大师是何许人也,你分明是侮辱我们大师,因此大家把他教训了顿。 后来,尊者因此离去,当然我们想不通,他不是神通第一吗?怎么会被修理呢?当时他被救下来时,目坚连尊者就说,我连想用神通的想法都没有,因为这些声闻员觉得阿罗汉要用神通时,必须要入定。 而他入定时观道,因为往昔他曾有一事伤过人,故今生果报就被人修理,因此尊者虽然神通第一,但神通仍不敌劫难的业力。 因此,我觉得我们不要在佛堂上随随便便,摆放上师照片,或装葬时,有时会放入上师名字或施主名字等等。 这样都不太好,把照片密宗本尊像放在佛堂时,我们要注意一下,我看到台湾有些不正宗自称佛教的团体,把所有佛教,佛菩萨和道教神明都放在一起,可以认出很多,例如哪吒,三太子观音菩萨,土地宫等,都放在一起。 会觉得,你今天怎么跑到这里,一起请客一样,传承归一境,也不会是随便乱放,先有上师,佛菩萨,左边有僧众,下方有护法等,虽然实际上是众生平等,但我们表象上还是需要有一些规矩,这样会好一些。 当然摆上佛堂时,每次都要请示上师是有些困难,自己大概有方向,除非上师说一定要放就没办法了,如果没有明确指示时,放在旁边会保险一些。 最后,要意识到,既然在家里设置了佛堂,那一定要依旧奉行,不要再做违背因果的事情了,只有这样设置佛堂才有意义。 一切供养,数量没有要求。 除此之外,我们平时可以多听禅乐,抄写心经,会让自己的心灵静自在。 最后,记得在佛堂的正前方,屋子的正中间,摆上一个或几个拜殿,以便磕头礼佛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大家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